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呢 我们会去检查一下 就是上次我有跟大家分享 一颗柚子有好多种果汁 都是柑橘类的 今天我会让大家实际来去看一下 就是前段时间 就是两年前我嫁接的这颗柚子了 然后上面我们现在完全都可以看到 这边的就是绿菊的部分 都还没采收完毕 这边是绿菊 然后我们看这边的柚子的部分 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这些果都是柚子 我们看已经来果了好多 然后有一批正在来花的 ok 好我们看 都是花 然后这边是果 柚子的果 然后上面的橙子的部分 已经这些橙子的部分已经采收完毕了 现在它已经来新的一批花来 好我们看这边还剩下一些橘子 ok我们看 这些橘子 这些橘子 这是橙子 这是橙下而已 其实都已经 啊 塞栽完毕了 好我们看这些 有的现在正在来花 然后有的 正在待果 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这一棵上面呢 其实有 还是有好多种果子 然后柑橘类的 我们看 这是两年前我 选择嫁接的 然后这边呢 其实这一只不是两年前 这一只是一年前而已 这边的部分才是两年前 这一颗的话我后面补的 然后这一只的话我们看 我都是使用那种夹接 这种夹接 然后上面的那个橙子的部分也是一样 ok 我看这里嘛 这是夹接的部分啊 ok 这样子 啊 经过两 两年加接后呢 啊 今年的果来了很多 然后橘子